昨天一早 陆续有上海市民反映 早晨收到的光明瓶装牛奶出现异味 涉及到浦东新区等多个区域 目前上海制监局等职能部门 已经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一早 张先生和往常一样 取出家门口奶箱里的牛奶给儿子喝 可是孩子没喝起一口就不喝了 问他为什么 他说那个牛奶那个不好喝 然后我就尝了一口 明显感觉就是 第一感觉就是苦的味道 然后我肯定断定这个牛奶是那个不好的 随后 张先生把牛奶倒进锅里加热 不到半分钟 加热后的牛奶呈现出豆花状 对 对 对 烧了以后呢 那个很明显的和正常的牛奶烧出了两样 你看那个有结块 然后上面你看有那个黄色的 深颜色的偏绿的那个很显然就是变质的一个牛奶 像类似于酸奶一样的感觉 张先生随即拨通了光明牛奶的客服电话 对方表示 今天的确接到多个电话投诉此类情况 但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为了证实张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 记者又找到了另一名投诉市民 黄女士家订购的是这款蓝色包装 195毫升的鲜牛奶 黄女士女儿喝牛奶时同样尝出了怪怪的酸味 当黄女士拨通订奶卡片上的热线电话 询问对方原因时 得到了这样的答案 对此事件 上海市支监局在其官方微博上做出回应 表示他们已经进场开展调查 并责称企业采取有力措施 做好善后工作 而光明乳液方面也在下午就牛奶意味事件向消费者致歉 光明方面表示 初步分析牛奶发生酸败的原因 是由于该批次产品从工厂下线后 集中存放于大冷库 在配送前进行移货的过程中 因车辆温度没有达到标准 而导致其中部分产品发生酸败 在配送前进行移购